小小 好多翠友说 末翠怎么辨别好坏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末翠我们从顶级给大家说起 那么我们肉眼可见 它的时候是由黑 那么上面抛光以后 达到一个玻璃光头 我们打灯的时候 里面是没有黑点 没有黑点和没有黑线 绿色达到一个地网绿一样 那就是顶级 再往下走 顶级是非常干净的 打灯是阳绿 翠绿 这都是属于高品质的 那么如果我们打灯呢 底子也是干净 但是颜色呢是偏蓝的 颜色也降低了 这就差一层了 那么再差一层讲的是什么呢 讲究的是它底部干不干净 比方说打灯以后呀 它那里面有小黑点 这还可以 那再差一层是什么呢 一打灯呀 又有黑雾又有黑点 还有一个大黑线 那就再差了 比方说更差的一层是什么呢 一打灯窝都不透 啥也看不着 我们不打灯的时候呢 有黑发亮的 玻璃光亮像黑钥匙一样 那再差一层是什么呢 我们一看就像墨汁一样 乌黑色的 打灯也不透 这是最刺的 小小 嗯 现在的墨翠价格高 还是男水的价格高 大家要记住呀 墨翠也好 还是老男水也好 我们要以它的品质 来决定价格 那么比方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墨翠 打灯底子是特别干净的 绿色呢已经达到了 冰瓦绿 镇氧绿 以及翠绿了 男水呢 是以冰和玻璃水 最高冰种定位的 那么 男是什么呢 男色偏绿 或者绿色偏男 主要老男水讲的是 以冰起步 那么达到同级别的东西 它们都是百万级别的 所以说不分上下 那如果往下烙的时候呢 那么墨翠呢 如果烙到刚才我说的那种 不黑了 打灯都不透光了 那种油黑挖量 但是你一打灯 就像黑钥匙一样 那种价格呢 跟老男水就差不多了 因为老男水这个名字呀 它本身就是以冰起步 而你这个东西呢 已经完全擦得不行了 所以说呢 我们对比之中 它是以它的质量来对比的 这会明白了吗 小小 还有好多脆油问 墨翠的升值空间高不高 我们来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未来会长成什么样 当我们把过去呀 走到今天的行程呢 给大家了解一下 比方说最早的时期呢 我们喜欢绿色 那无色的种水调 没人喜欢 那现在种水调呢 一直在升华 好了 原来的墨翠呢 喜欢的人少 那现在我们走到今天以后呀 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啊 我们一个小帅哥 都要整一个墨翠耳钉戴上 那么小姑娘呢 戴上四叶槽 也是非常适行的 那么它的价格呢 从过去到现在呢 一直在上升 那么在未来的一个上升空间 能不能上升呢 这取决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墨翠的产量多少 和它的品质多少 如果说出的少 喜欢的人比较多 那它一定会长 如果出产量高 喜欢的人少 那么它就不会长了 所以在未来 我们是无法预计的 这是我对墨翠的一些看法 但是现在呢 在我们眼里啊 墨翠正在一个生长期 好了 今天的几个问题呢 问得挺好的 那你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 我是小小 比心 关注我 不迷路